你知道什麼是止血帶嗎 你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嗎 報告議員我只知道止血帶三個字 因為沒有用過 台中市議員黃首達議會質詢 拿出止血帶現場示範 用力甩開 甩開之後 讓我的受傷手臂套入止血帶 另一位議員集體建議操作 要展示的對象是台中市警察局長 議員認為原警之請常遇行 面臨失血風險高 應該隨身配備 我們無意去增加基層員警的負擔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提升大家 自救和護救的緊急易變能力 我們趕赴刑案現場是要救人 不是警察看到別的人 第一個時間會去處理自己的這個傷勢 我們同仁出勤 他防彈背心槍支手銬無線電 已經到達快20公斤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空間可以放這個東西 但我們會研究 其實這藍色戰術止血帶 是過去戰場上的止血利器 主要是用來阻斷動脈血流 避免死血過量 造成生命危險 在車禍強傷等情況下 都可能會使用到 不過只適用於四隻 而且使用超過兩小時 就有可能造成組織損壞 非常遺憾我們警察局局長 對於止血帶態度是如此的消極 一個的重量大概是80公克 80公克到底有多重 再重有比人命重嗎 針對議員建議台中市警局會議 已經衡量結果 援警除需救護傷患 還需封鎖保全現場 調查案情 盡銷各式其責以施行多年 因此尚無採購 只血帶必要 民視新聞宣 陳建華 台中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